Hu 一开始第一次做老人是做一个小小的字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不过你下手的时候你又很紧张 你也不懂下针那种心情 你的手也是会抖 每个人都有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最辛苦的 因为你完全没有方向 我中学的时候是学画画 然后之后谁有画画过后我就上来读书 然后有一次朋友说要去学文生我也跟着去 一开始是抱着玩的心态 玩玩玩一下就爱上了 以前我是不喜欢文生的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东西 我只是觉得以前的文生 就是那种金纹啊 那些线条的那些 我觉得没有美感 可能我来了KL过后 我才接触到 原来文生也是好像可以画画 有彩色啊 很生动的确定啊 很生动的确定啊 我没有去限制想一定要做东方读 还是什么 我什么图案 我都有去尝试去接受 因为我想呈现出更好的做 好多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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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他们可能会 比较喜欢的 像在澳洲 他们比较喜欢的那种 比较多彩色啊 比较多lilay stick 的那种 像小香啊 vortrait啊 那种tattoo 我们本身的华人会做一些比较东方托 他们会觉得比较特别 可能他们时常看过来的那些不去 不过再看到我们的东西 他们觉得比较达到那种传统的味道 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自信 跟一种追求时尚的一种表现 然后也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想要纪念一些事 或者是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 曾经有做过一位是智障的 也有一个失忆的老人 他们都会要求闻上一些电话号码 还是住家地址之类的 有一个男的客户 他进来他就跟我说他要做一个小孩子 因为那个小孩还没有出事 女方在家里的人就把那个小孩给拿掉了 然后我就画出一个图案 就是一个小孩子还在肚子里面的那个情景 我收拾了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出事 我收拾了一个小孩子的小孩子 我付出的数量,我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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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量。 我们的账带那个针有没有歪掉啊,因为有时就是工厂,他们的针有时未必是很忙。 其实纹身最重要要注意的是那个工作的环境,卫生。你抵抗过后,差不多第三、第四天的时候皮肤会开始干。 它干的时候,它的干皮是因为它要换肤。所以它在干皮的时候,我们通常那段时间,康复的时间,我们就要建议它查那个纹身用的药膏。 如果你在冷气房啊,还是吃到一些敏感的食物,就会比较敏感会比较痒。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建议要借口。 所以整个过程是身份能比我。 我认识,在KR身上,有很多的艺术膏。 你永远不会知道谁会做最好的工作。 因此之后,我实际上在Facebook,我看到Yang Lee。 我看到艺术膏。 人员在身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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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在澳大利亚。 然后我看它。 它是像是一样的颺术膏。 这是我找到的。 所以这是我找到的。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澳洲西里的纹身比赛。 做了什么两年多嘛。 因为那个纹身比赛的那个图是比较,全部都是以颜色为主。 所以它的彩色很鲜明。 所以当然有一些颜色,可能它一次做的时候,它可能不能完全的康复后,它可能会有一点受损啊。 会掉啊。 会起敏感。 然后过后,我们需要第二次来修补。 第三次,才达到这个比较饱满的效果。 第一次,我会有一个不同的质品。 我讨论。 它有很多细节。 它最难的是那些比较细节的。 比如讲,有一些部分比较难弄。 还有它的层次比较明显。 是一种更多的比较。 你会认识。 是一种更多的。 它是一种更多的。 你会认识。 它们只是拿着它。 我来这里,这是我的四次。 所以我拿着这种更多的。 我拿着这种更多的。 然后,我拿着这种更多的。 然后,它是在底部。 它是完全完成了。 是一种更多的。 Base肯定是还是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会选择时常跑国外。 我想让更多本地的人看到我。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是 抱着有梦想的去追求自己的意想。 最重要是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跟困难。 所以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一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 那个时候才是最精彩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撒着你。 不可以完成我的梦想。 如果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我们再见!